全国的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欢迎来到云南卫视每天中午为您精彩呈现的 有金星啤酒独家冠名播出的旅游新时空 我是主持人秦梅 其实一说到过年呀 全国各地都能够感觉到一种浓浓的节日氛围 而现在很多人都会选择去外出旅行 可是呢去哪里玩有什么好玩的 似乎又成了另外一个难题 我觉得这个实话您别着急 只要您天天坐在电视机前来关注我们的节目 那么过年期间啊您就知道自己可以去哪里玩 即便过年期间您不出去玩呢 只要看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游览天下美景 尝遍天下美食真的是很快活 那今天我们的旅行要去哪里呢 我在这里先卖一个小小的棺子 我们看了片子就知道了 冀州岛的前世今生 让冀州岛有了它的第一多石头多 石头多了 关于石头的讲究当然也就多了 莎莎到了冀州迅速的路向随俗 也学着当地人堆起了石头 我相信啊大家一定非常的好奇 我刚刚那个是在做什么 哎 你看我的身旁 哇 好大的一块大石头 其实呢它都是有很多的小石头啊 慢慢慢慢慢慢垒起来越垒越多 它有一个动听的名字叫做许愿石 那么刚才啊我同样也是在许下我美丽的心愿 因为每个人呢自己心里面都会有很多的梦想 那么你把这个石头垒在这个地方 许下了心愿之后传说就可以实现 因为很早的时候在冀州岛啊 他们这个渔民出海打鱼 那么他们的家人还有妻子就会在这个地方 就开始翘首期盼 就希望他们的这个丈夫呢可以早日归来 那么慢慢慢慢的就演变到了今天 大家就会来这里把自己的心愿就许下 有的人希望求子有的啊可以什么事业有成步步高深 那同样我也许下我的心愿 是什么呢我不告诉你 在冀州常能看到这样的石头人 他们是冀州的形象符号吗 为什么选这样的形象呢 那我想问问这个是叫石头老爷爷是不是 对石头爷爷 哦石头爷爷 那为什么在冀州岛会有那么多地方都可以见到他 哦 冀州岛呢 阴气 非常盛的地方 哦 阴气盛 阴气太盛 所以呢女人多 哦 生下来的孩子也是女孩多 男还少 男人们呢以前呢不争气 然后他出海捕鱼去 死得人多 回来的少 所以呢每个村长啦 兜里啦 男人生之气模样的男根石 一只阴气 嗯 250年前过路的官人见了他们不好看 不舒服 给他们调了这样的人的模样 哦 两位的 手的位置是不一样的 右手上开的呢 写字的文神 哦 文神 嗯 左手上开的呢 拿到的武神 哦 其实是两位神 对对 哦 这位石头爷爷可是冀州的守护神 怪不得在冀州到处都能看到他老人家 啊 现在呢有个说法 摸他们的鼻子呢会生儿子 啊 哦 因为这里的女人多 所以就很多人都想要生男孩 对对 那我可以摸一下吗 啊 可以摸的 可是呢 摸他们的耳朵呢会生女孩 男孩的 哦 可是呢 我们呢要注意点 他们的鼻子和耳朵是不可以一起摸的 啊 一起摸了 不可能送双果胎 哦 不能不能送怪胎的 哦 所以我们要 不要贪心 哦 不要贪心 就只能要一个 想好要男孩还是女孩 啊 那如果朋友来到这儿 你就一定要记住了 男孩就是鼻子 啊 那女孩就是耳朵 想清楚了再摸 嗯 那我想一下我要什么 我还是要女孩好了 啊 男孩好 男孩好 冀州又一多 石头多 其实 冀州的三多本是石头多 风多 女人多 女人多的冀州 以海女最为出名 她们可以不带氧气 深潜二十多米山海 沿着俊峭的礁石 采集鲍鱼 海参这些海产品 能和它们比水性 比潜水的 恐怕还只有鱼了 可这样一群 前海大妈和我们无缘 我们就是到走的那天 都没能和他们见上一面 只好对照片行 注目里了 其实 冀州盛产的东西多着呢 就凭我们对冀州了解的 这不多的几点 我们就有理由负责任的 再推荐增加冀州的另一多 骑士多 因为这绝对是冀州的特色 不信我们有证据啊 骑士一 家家户户没有门 在冀州的成义民俗村 我们看到了家家户户 没有门的冀州传统村庄 那为什么会有三个眼呢 三个眼呢 都有不同的意思 一根这样上来呢 主人出去了 才都能回来的意思 两根上来呢 主人早上出去干活 晚上才能回来 三根都上来呢 主人像你们一样 出了比较远的门 要很久很久才能回来 所以就 示意主人 现在不在家 不要来我家 骑士二 家家养看门猪 只听说养狗看门 没听说过养猪看门吧 再说这记住没小偷 还要看门呢干嘛呢 我们的黑猫猪呢 最喜欢吃的是蛇 剪一条吃一条 很会防蛇的 为了防蛇养 所以养它 人家要防的不速之客 是蛇 一身黑毛 很让韩国人稀罕 可从云南来的我们 就看着普通了 我们稀罕的是它的胃口 吃蛇的猪 就是中毒了 也靠自己的一身脂肪来化解 哎呀 很是神奇啊 骑士三 杯水缸 充当婚姻出气筒 和离婚办事处 在拉开陈述前 您得先了解这个背景 否则往后您听不懂 比巴里呢 每一结婚的女孩子叫比巴里 比是飘的意思 以前呢 我们韩国女人呢 一结婚头发都盘起来 每一结婚的女孩子呢 属于这样飘 谁叫比巴里 比巴里长大 结婚成了冷巴里 瘦老公瘦婆婆的冷带 算不能吃香 瘦老鹅 谁叫冷巴里 每一结婚的男孩子呢 叫统巴里 统巴里结婚成了 统巴里 哦对 统巴里 像王一样的意思 这个呢 统巴里和统巴里 是不可以背的 要是这里的统巴里背这个呢 一别就娶不了老婆 一别就一个人过 所以呢 不可以背 要是我们王八里们背这个呢 一背就没有运气 什么事都搬不成 跟太太离婚 所以呢 这里的王八里们呢 想要离婚的时候 才背这个 背她到讨厌的太太家门口 一转 太太就走了 离婚休息的时候用的 很简单 不必要写离婚申请书 背这个就可以 我们统巴里们呢 很可怜的 很辛苦的 他们受苦受累的时候呢 不可以打自己家的王八里 只能打这个 一边打一边唱 当成自己家的王八里来打的 打逊龙话你哥 打逊龙话你哥 我家都玩吧 你不听话怎么办呢 骑士四 灭筐是海人的摇篮 装小孩的 这个东西不稀奇 咱国内有的是 可是您知道 它的妙用吗 这是什么知道吗 鱼楼 鱼楼是什么 装鱼的 装鱼的 装小孩的 据说这个人吧 你们很辛苦的 上帝干活的时候 把孩子一起带去 一边干活 一边看孩子 小孩子哭的时候 这样有 这样有 实在满不过来的时候 一边干活 一边用脚踢踢 小孩子就晕了 睡着 这里面长大的孩子 不晕船 现在不晕飞机 它是用竹子做的 可以防守防潮 孩子杀鸟鸭直接落下去 不必要收拾 很熟用的 现在还用 要是我们土巴黎门 比巴黎门需要的话 可以买回家去 骑士五 怪坡 冀州岛有一个地方 各个游客都要去 而且到那之前 导游就开始制造 诡异的气氛 我们那个车子 应该是下坡 下坡停 停完了之后 我们那个师傅 把发动机 全部都关掉 现在就已经关掉了 你感觉真的是上坡 说这是上坡 果然 奇怪的事发生了 关掉引擎的汽车 居然顺着上坡滑行 这个车面 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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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旋动之旅 Let's go 路车也是这回事的 他也在市 对 那倒着走吧 看着这个视觉上 是前头有一个坡 但是这个车子 自己它会往前走 而且感觉到 这个速度越来越快 越来越快 这就是冀州岛著名的怪坡 也叫鬼坡 传说是鬼的推动 让这些车上坡 就像下坡一样轻松 来到这个地方呢 你就会觉得很安静 每一辆车驶过去都是 你听不到任何发动机的声音 因为它就根本就没有点火 完全是靠这个车 自己在运行着走 你看 那辆车 司机都已经下来了 它就是只是用右手 长一长方向 其实都没有在踩什么 油门刹车之类的 就车完全是靠它自己在走 过来过来 有没有感觉像有人推你啊 鬼在推你啊 有没有感觉 大步的走 快点走 小心车子 有没有感觉 没感觉 你就是失去感觉了 大人往下坡走 干嘛 哪里人记着呀 大人往回走 有没有感觉 这个当地人呢 借用 给我借了一瓶水 他们说把这个水放在坡上 它自己可以走 就是这个水瓶自己会爬坡 因为现在我们的这个方向是这样 是慢慢的有一个坡的这个幅度 好 我们来演示一下 让水自己爬坡 哇 真的真的真的 你看 它自己在走 慢慢的再爬 我去跟着它 这是什么推动着汽车水平上坡呢 难道真是传说中的鬼怪吗 那到底是为什么这些奇怪的现象会在这里发生呢 来我给大家解密一下 我这手上有一个表 它这样呢 有一个水平仪 那大家可以看到 我像这样抬着的话 就是上面高 小气泡是在上面 那如果我给它转过来 那小气泡又来到了这边 现在就是这边高 那么为了测试呢 我现在就把它放到了这个坡的起点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 它的气泡其实是靠我的前方 也就是右手边 我们本来以为是下坡的起点 其实它还是水平要比这边要高 刚刚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啊 通过了很多方式来试验这个鬼坡 其实得出的结论都是视觉的错觉 那现在天色呢 也慢慢的按下来 我最后想通过我自己的亲身体验 来告诉大家 我就不看 我把眼睛给闭起来啊 然后我来告诉大家 这个是上坡还是下坡 那我就闭着眼睛开始走 走 我就不想受这个视觉的干扰 好 这样的感觉不是太大 那么现在呢 我再走几步之后 我再转身 我现在依然是闭着眼睛 在后退 哦真的 所以就感觉我已经是 有一个惯性在往后面再走 下坡 有没有有没有 会不会撞到谁 好 对不起 所以再次证明 真的就是视觉的错觉 我这样往上的话 还是会觉得有一些 怎么讲 有一些困难 但是当你再倒过来走的话 会觉得像小球一样 一直在滚一直在滚 其实啊 我觉得虽然说眼见为实 我今天要郑重地告诉大家 有的时候眼睛也是会欺骗人的 季州又里多 骑士多 季州是韩国人的海南 也是全韩国人民度假的地方 海南以避水金沙的海岸吸引人 而这里的海岸 却是以黑出名 您可千万别以为 是这里污染严重 海水发黑 人家的海水是清澈见底的 可是坏 也就坏在了这清澈见底上了 水越清澈 看上去就越黑 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啊 这是黑礁石惹的祸 黑色又形态刻意的礁石 表明了季州岛的地理学身份 火山岛 现在呢 刘山就来到了 季州的龙头 你看我身后的这个石头 哇 你看像不像一条龙舱 海里准备登陆 那这个呢 在韩国当地啊 是非常有名的 传说他是龙的第三个儿子 那么我现在所站的周围 你看是这么多的石头 都是以这个黑色为主 来看一下 为什么是黑色呢 就因为啊 这个地方呢 它是200万年前火山 喷发之后 形成的火山石 所以都是基本上是以黑色为主 那么看到这个蓝蓝湛蓝的海水 哇 现在的心情都特别的好 没有比这柱状结理石 更好的表明 季州岛是细出火山门下的了 火山喷发时 喷出的岩浆与海水迅速冷却 就会形成这样规则形状的柱状结理石 怎么样 坐在家里就有这样的美妙旅行 是不是让你有些意犹未尽呢 没关系 接下来呢 我要带您去昆明的一家韩国料理店 去感受一下那儿的一群年轻人 带给我们的新年祝福 嗨 大家好 我是杨迪 杨迪 云南卫视旅游新时空外景主持人 出生年月 不祥 个人治理名言 据小道消息了解 别人泡巴 她被美女泡 个人爱好 打桌球 因为这是一个百裤泡美女的时尚运动 嗨 大家好 我是刘敬伟 刘敬伟 毕业于上海电影艺术学院 出生年月 不祥 三维 88 71 90 个人爱好 只要带球来运动都喜欢 不知道社区阿姨们早晨运动玩的健身球 你喜欢吗 来 我们看一下后面 什么人啊 我这边口播还没有说完 他们就在吃成这样了 好了 现在我要隆重介绍一下 我身份的这些什么混吃团 对不对 你们真的是来混吃的 大家好 我们是混吃七人组 耶 混吃七人组至今位在时尚界 崭露头角 有一男士带领六位美女 混吃混喝 俗话说的好 这个美逢佳节辈子 在这个春节快要到来的时候 这种浓浓的节日气氛 已经在大街小巷流露出来了 于是 于是乎我们就在这样一个时候 把大家聚到一块 来到这样一个有特色的 韩国料理的会所里面 愉快快的浓浓的过这样一个 特别的节日 来 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我们的 这个韩国料理店的老板娘 大家好 还有这个我们的料理店的应经理 你好 他就是真正的韩国人 大家一起来 来 来 提前祝春节快乐 然后我觉得是不是每一个韩国菜 都会背后有一个故事 对 怎么知道 他上面就是有的 你们知道我吃的这个是什么吗 你们知道它有典故吗 就是每一道菜其实都有典故 这个海带汤里有典故 你们知道吗 我知道 还是我们的经理来介绍一下一下 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海带汤吧 这个海带汤 对 原来的海带汤 对 现场还一般 今天为什么会吃这个海带汤 它有丰富的维生素 然后过年的时候吃会补充你的身体 你过年的时候就可以狠狠地玩 过年的时候不一定吃 但是生孩子的时候必一定要吃 就是还有坐月子 女孩坐月子 女人坐月子的时候一定要吃 因为这个有一个功效就是消肿 然后造学 它有再造学的一个功能 所以说为什么过生日的时候要吃呢 我的经理再介绍一下 就是 这 请你过生日的时候吃 你吃完以后体能会很好 然后就可以喝 你吃完以后 不是好像是上菜版的 但是让我们再给我翻一遍正确了 是这样的 就是说过生日的时候吃这个呢 就能想到妈妈就是生活的时候的一个苦痛 然后呢 能够永远记住我妈妈这个就是生我的一个养育之恩 然后就是 还可以就是感谢母亲嘛 这个就是有 对了 说这个海带汤有消肿的作用 那油度能消下去吗 你该可以多做一碗 刚才你喝了几碗这个年糕汤啊 这主持人怎么突然问嘉宾吃了几碗年糕汤 嘿嘿 原来啊 这其中有个秘密 故事呢 要从这里开始 过去的坏事重新开始 也表示吃年糕是长一岁 我认识的一个女生 他叫我 我就叫我 欧巴 就这样叫 可是如果她是我的女朋友 就叫我 欧巴 不是 新年纪人人 而且那个撒娇的那个 我知道 韩国人只要撒娇就要来颤音 对不对 就比如说 这些转音 我听过一句话就是 叫 对不对 对 就比如说 我只是一般喜欢你 那我就说 如果是我非常喜欢你 我就 擦拉 呦 对不对 我终于是会私有药 杨迪和靖伟吃了美食 学了韩语 了解了美食背后的故事 那么出的天堂的这两位 能否进入厨房呢 俗话说得好啊 要管住一个男人的心 就得管住一个男人的胃 现在那么多美女的心 就看你们怎么 辜负他们的胃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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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好 很高兴为大家服务 现在我们两个就要比拼一下 啊 那就 看看 最后谁的粉丝最多 好嘛 那就凭一道菜决胜服 有悬念吗 有啊 试试看 这个就是我的杰作 这就是插卷 好 好 这个才是我原本的杰作 你要不要给你换一个 不要 你看 我们玩的就是 来我先陈述一下我的作品 come on come on 过来过来 这里 我先陈述一下我的作品 说是摇过了 怎么现在的摄像是扼过了 是不是 所以是摇到那边 然后我要自己找镜头 然后我的作品 主走的是简洁风 然后还有粘牙风 就是你吃进去后很粘很粘很粘 就是你就会有一种 甜蜜的那种浓浓的幸福 这是很双眼没错的 是 这一张 是 这个是毛毛蟲 没有 这个是小蜻蜓 这个是毛毛蟲 这个就是她的 眼睛 这个是她的眼睛 好 来 来 我们接受 来 给弟弟一个镜头 给弟弟一个镜头 我这个就不用多说了嘛 我刚才做的时候自己就吃了 好吃 造型没了 造型没了 这个有人啊 我还有一天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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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谁做的好主播啊 来 好 来 我们顺着服饰一下 你先 当我进来见到你第一面的时候 我就觉得你好漂亮 据说你是练导的女朋友 可以不公开这一事吗 好吗 家庭分钟就是这么出来的 话就不说了 来 来 放在心里 我知道 我相信你 咱俩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你发现 什么特点 我也戴帽子 其实 我比想象中 年纪大 现在轮到我出场 真的 我是从来不会说那个夸言巧语 是什么就是什么 真的 你是迄今为止我见到最漂亮的女生 他说不会说呢 太假了吧 你是我见过最漂亮的女生 来 我帮你接住 我好连吃都那么漂亮 好吃 你是我见过最漂亮的女生 你看我真诚的眼神 你是我见过最漂亮的女生 我总成一生 我总成一生 你是我见过最漂亮的女生 你是我见过最漂亮的女生 恭喜你 你是我见过最漂亮的女生 不过呢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 从这些画面当中 我们可以感受到的就是 无论您是哪儿的人 在这个过年的时候啊 亲朋好友聚在一起 热闹的吃饭聊天 这对于全世界每一个角落的人来说 都是一样的享受 那满载着满满幸福的喜悦 我想在这个时候 我们每个人的脸上 都会流露出同一个表情 那就是快乐的表情 当然这种快乐 也是我们旅游新时空 最希望能够带给大家的 好了 说到这呢 我们今天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 还是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当中呢 多多的来关注旅游新时空 给我们提更多好的建议 我们也会加倍的努力 好了 明天同一时间 请大家继续锁定云南卫视 金星啤酒 旅游新时空 还有更多精彩的旅程要奉上 明天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